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五 網友在Facebook發了一張照片 看到 這個紅磡海底隧道 港道出口 埋著警察俱樂部 有四塊廣告位 全被刺激 上面還有一塊大的 變成了警察的廣告牌 這個後面是警察會 警察俱樂部 掛警察的牌很正常 因為那塊牌是屬於 應該是屬於警察俱樂部的 以前 生意好的時候 就會出租給人 租金不便宜 這塊牌估計 一個月在上面起碼要幾十萬 甚至不止 因為紅磡那個出入口 人流很厲害 以這個位 無論你是出九龍或是去九龍 即是過香港或是去九龍 你也會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現在四塊牌下面 屬於 紅磡 隧道範圍的 四個牌都刺激了 這個情況 其實應該很久很久沒試過 我印象中 97年至03年最壞的時間 也沒有試過這樣刺激 一定有人租的 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是差到甚麼情況 其實不止這裏 在 差不多兩三個月前 有網友就跟我說 攜坊站 他看到整個站都沒有廣告 以前有很多廣告 現在 除了公益廣告 即是政府的 宣明會 政府的宣傳 衛生署 警務署 除了政府的宣傳 或是NGO的宣傳 廣告之外 沒有商業廣告 地鐵廣告 很多時候 會賣 電影 出版新書 雜誌 明星開演唱會 產品應有盡有 也有很多蟲草 健康食品 現在 不只是攜坊 很多地鐵站 都是 不見甚麼商業廣告的 換了的 全部都是 公益廣告 告訴大家 公益廣告 是免費的 是免費幫政府的 當然他不是全部 是免費 以往他一定比例上 因為政府 大家知道 地鐵是政府的 那麼他 是會在 每個月 每一個 廣告檔期 都有一定的 一定的數額 一定的比例是給政府 或是NGO 免費掛牌的 好了 現在 幾乎是沒有甚麼商業廣告 只剩下公益廣告 即是他的收入會大減 未來地鐵 明年 大家如果有時間看看他的年報 廣告收益 他未必會分得那麼小 因為廣告可能連戶外 但是 肯定會大跌 因為我們知道 經濟差 廣告也大跌 好像今年 踏入2024年 我們的廣告收益是跌了很多 為甚麼 經濟不好 人們下廣告也保守了 尤其是 來自一些經濟不好的地方 例如香港 大陸 他們下廣告的支出是更加少 因為好事的時候 他們 不斷地會增加那種宣傳的budget 但是當市道不好的時候 這些budget就會大減 加上現在經濟真的很差 我們在說笑 因為網友經常有 拍照給我們 在香港所有公屋 大堂的兵部板 以前是貼了甚麼競選海報 現在是貼了我們的通緝照 警署門口全部都是貼了我們的通緝照 過關 機場 廣告碼頭也有貼了我們的照 紅帥也不如貼上去吧 我們就弄一張惡搞 我叫我們的工作人員弄一張惡搞圖 你在紅帥貼我們下去就行吧 大家都認得了 貼了 在紅帥 反正你也沒有錢的啦 反正你也沒有人下廣告啦 紅帥那個 是商業機構來的 人家要賺錢的嘛 除非你政府給錢 政府也不會花錢 可能也會的 公數出大一點 叫他收便宜一點 中間就收回容 這個可能有機會 後面警察部 或者警察的民意 將來你在 各大警察局派出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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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笑 我們人 本身就不在香港 好像林鄭那種傻丫 2020年7月我離開香港的 你們甚麼時候通緝我 你是去年12月通緝我 我離開了香港 三年 我現在是英國人 你通緝我批評你的英國人 你不是很好笑 那麼你要貼就貼吧 我也鼓勵網友 你會逢經過有我們的照片 打張卡 做個紀錄 要提醒自己 如果遇到警察巡查怎麼辦呢 我們要提醒自己 我們要尊重國家安全 我們千萬不要像照片裏面的人那樣通緝 那就能解釋到啦 你警惕自己嘛 在香港的朋友 我們也知道了 你們身處險境 但是 看我們是沒事的 Patreon被你們害怕被人拘捕 其實也比較好笑 五元就拘捕甚麼東西啊 一個月五磅 這樣也有得拘捕 香港也要拘捕很多人 訂閱也少了一千多人 也有人害怕的 YouTube免費的那個訂閱 也少了一些人 所以我們也希望 在海外的朋友 你們不用害怕的 你們也要多點 每人訂一個 或者訂兩個 如果可以的話 彌補一下 幫幫手 我們再說回 廣告 整個香港經濟的寒暑表 現在 樓價 是處於一個 不是最高位 比高位跌了三成至一半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的樓還是很貴 怎樣呢 貴還是便宜呢 是有相對的 有比較才知道真相嘛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告訴大家 香港真正 現在的赤價應該值多少錢 我們用回到去年 政府批給新鴻基 在這個水務局的那塊地 樓面赤價是 3404元 3404元 1呎 那塊地是旺角地王來的 批給他起樓面 3千多元呎 你告訴我 你怎麼搞芝麻洞油堂 啟德 將軍澳 新界屯門掃管窟洪水橋 聽名字知道 不值那麼多錢 只是聽掃管窟三個字 也不值三千元 旺角地王也是3千4元 這個是指標 香港最終的赤價 是要跌下三千多元 才會回復 才會有機會 現帝 這個不是危言爽聽 大家知不知道 昨天我們跟袁爸爸吃飯都說 他說他老婆日本買樓 90年代最高峰的時候買的 200萬美金 供了現在多少年 40年 他說早幾年才供滿 30幾年 早幾年才供滿 早幾年才供滿 2020 過了三四十年才供滿層樓 現在值多少錢 他說現在升上來 三十幾萬美金左右 是升上了三十幾萬美金 本身最低的是多少 十幾萬 100萬美金跌到十幾萬 可以跌八成 日本要經歷三十年迷失 你覺得香港需要多少年呢 要經歷多少年迷失呢 我有數話給大家聽 約莫倒是三十年 為什麼 這個是中國經驗 1953年 大陸開始推行那些 三反五反 貨幣改革 原因 是因為 韓戰 打了一場 大勝仗 但是話說大勝仗 實際上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用了很多軍費 他們要付錢 因為那些錢 因為那些軍費 那些武器 是蘇聯借出來的 蘇聯賣給中國 不是借出來的 是賣給中國的 你要付錢的 不是蘇聯出武器你出人 不是 是中國出錢 出武器出人 只是蘇聯賣給中國 有這麼笨蛋的事情 就是有 結果 當時全國沒有錢 共產黨沒有錢 就向 那些資本家 向一些 地主富龍 總之向所有 袋裏面有錢的人賣手 先是凍結他們的戶口 然後就查稅 肉隨針反常 你要 甚麼都給你 結果當時很多人都逃亡 因為在上海被人充公了資產 你可以賣樓 但要付付加費 打稅 打多少% 200 你賣一層樓 10萬的 打20萬稅給政府 你還賣來的嗎 送給你吧 不要了 不能賣 你是要送給他們 那 你有一層樓 你那屋是大宅來的 大宅 厲害啊 八間房 結果他們就找了八夥人來住了你的八間房 你睡廳 其實廳也被人住了 其實廳也被人住了 八家人就住了你的房子 就告訴你 就是這樣 不要浪費資源嘛 你有八間房封出來 你有八間房多了 你住不完啦 我找人來住 那麽當然會交租 正式交回幾元給你 這些就是中共 所以 為什麽是迷失30年 1953年到1983年就差不多30年了 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 慢慢 才將這些 侵吞了人家的產業 慢慢慢慢還回給人 79808182 經歷了幾年時間 又要核散 對回你是不是那個人 然後 又要計算一些很公正的利息給你 你那個月租1元 100元人民幣一個月 你一年96元 那麼你那麼多年的租呢 我們計算多少錢給你 就是賠償2560元人民幣給你 真是黃欣浩蕩 是黃欣浩蕩的 賠償幾千元人民幣給你 你的人生也沒有了 你的家也毀了 本身住一間大屋 搬八伙人進來 搬十伙人進來 整間屋住滿人 最後 讓你自己離開那間屋 那間屋已經被人霸了 這個 就是這個現實 所以香港 我都可以斷定 現在是進入迷失30年 頭一兩年 從去年開始迷失 未完全的 好了 但是股市未必會倒下幾千點 原因就是股市會托主 他們有隻無形之手托主的股市 所以股市跌不下去 升就升不上去 升上去可以連升很多天 但是一跌下來就扔回很多天 最終就是把所有外國的貨物 手上的貨物 全部清掉 他們全部清掉 都說了 你們托著市場 你們喜歡怎樣怎樣 問題是這個市場是假的 你可不可以在中間找到錢 找不到 你一 放下去 他就要撞你了 所以沒得玩 這個迷失的情況 你從很多蛛絲碼跡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公佈的就業數據很好 3%失業率 全民就業 但是你看看為甚麼戲院要倒閉 戲院倒閉 街鋪倒閉 甚麼都倒閉 民生小店都沒得做 個個是呀 全民就業 但是 經濟 很惡劣 不是你說到表面上 欣欣向榮那麼好 有網友來到我們黑池酒店住 他說離開了香港才敢說 他說香港 經常有人跳軌 自殺 報紙不報 他們住在新界 他說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人跳軌自殺 但是報紙傳媒 全部都在掩蓋 沒有 你覺得恐怖嗎 他說來到才敢說的話 為甚麼報紙沒有 為甚麼報紙不報的 他明明看 明明看到有 聽到有 消息就被封鎖了 那些壞的消息 可以拖你一個月 幾個禮拜才報給你聽的那些事 災難的事 所以 香港是肉錘砧板上也沒有人知道 接下來 會繼續迷失下去 所以我們 真的奉勸有能力的真的要離開 沒有能力的 你們要做好一個準備 就是 但是 他的沉淪的速度 會像當年的上海 那麽好 只是看廣告牌看到那麼多東西嗎 這個是一個寒暑表 即使是沙士時期 洪水的廣告牌 還沒試過刺 都是長期有人 即是一日半日有啦 不會說長期刺 還有 你看到 地鐵才重要 因為地鐵每天有二三百萬人搭的 那個廣告效益很大 你知道嗎 地鐵 以前 有生意做的時候 那些廣告位 現在地鐵大量的廣告位 變成供應廣告 你就知道 整個經濟 還原了 是沒得翻身 因為你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 才是這樣的 香港的迷失30年剛剛開始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去買樓的那些 其實真的很好笑 昨天看到有一個金融財進 在摩根大通 還說是金融財進 6000多萬就是買樓 你們真的是買棺材 賣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太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現在要取得到地上 我們先用一個月的酒店負責人 我們先用一個月的酒店負責人 把酒店負責人 我們先用一個月的酒店貸責人 我們先用一個月的酒店貸責人